市值地区的U-Bike租借站持续增加中 在新台五路上的龙安租借站也已经完工半年多到现在都还没有启用 地方表示目前已经接到台电的通知 在这个礼拜六就可以供电让民众使用 眼前看到的U-Bike连新龙安租借站硬体的部分已经完工 里长萧曙珍表示已经做好半年了都没办法使用 还好台电方面已经来电通知 在这礼拜就可以正常供电让民众使用了 陆陆续续从去年11月到现在已经拖得太久了 因为管路以他们专业不应该是拖了四次才完成的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的李明对政府有一点抱怨 那今天总算不管怎么样如期完成了 在礼拜六就是25号的凌晨就开始启用 所以我趁这个机会也告诉李明这个讯息 请各位李明能够多加利用 台电表示有遇到一些管线障碍 所以说台电前后总共一共挖了四次 我们才把他们的电给接完 大概就在我们7月10多号的时候 那我们新北市政府也在7月20号的时候完成了验收 那所以预计在这礼拜六 凌晨早上的凌晨12点 我们连新楼岸入口就会来启用 委员校出站表示 汐止目前已经有多座的自行车租借站 市民可以很方便的在各租借站租借使用 而当初会选择在这个广场设定 也是市府经过地域的考量 希望民众多加利用 议员廖正良服务处助理廖先祥则表示 市府失座租借站是公共福利政策 但如果因为一些事情而延荡 反而会让民众抱怨 因此在公部门行政以及协调方面的事情 议员这边也会进行要求 那因为这是政府的政策 我当里长的也是只能够 还吉利的去跟各位争取 大家都能够平衡点 那当然到最后 因为我们这边都是饱和的 所以最后也还是使用这块地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说 我们这个U-bike站拖了很久 造成大家的不便 那以后有关于我们交通局 跟我们台电公司的联系 那看是不是做一些改善 让我们的一些公共设施 我们将往后的U-bike站 能够设得更顺利 不要说我们市政府的一个美意 反而造成民众的不方便这样子 那现象表示 礼拜六这一处汐止地区的 第二十二座租借站就可以使用了 希望大家可以多利用省钱用方便的单车 来作为休闲娱乐的工具 同时也可以很方便地往来各地 何乐不为 杰峰强细子长报道